有兄弟啊 他说他弟弟啊比较内向 不善于交流吧 懦弱吧 甚至可能按照他的说法 有一些个就是不太阳光吧 就是这个意思吧 他想改变他的弟弟 怎么办 对吧 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亲情 亲人都有牵挂 这是人之常情的 都如此的 可是这种 我觉得这种感情 是一种造物主给我们的一个东西 那造物主给我们的东西 或者一种自然的力量 我们在这里享受就好了 不要过多的体现 所谓的自由意志这个东西 就是你陪伴着他就好了 如果你看着弟弟 说你太心疼他 他喜欢玩什么 你跟他玩就好了 不要过分强调那些个引导啊 说我要你怎么样啊 不要这个东西 如果将来你比较强大了 是吧 这个自己有前进了 这个就会影响到弟弟的一些个变化 内向不见得就不好嘛 是吧 我说你除非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你造的 地理是你造的 是真的风格亡命天涯吗 是本尊是谁啊 是小粉丝啊 还是 还是谁啊 不行我要做节目啊 真的 我被要宠性吗 我被风格亡命天涯 林性了吗 今天 汗都出来了 要说什么都不知道的都已经啊 小粉丝 小粉丝 行了不紧张了 对吧 就是 就是你不 你要从你造物主的那个位置 把你拿下来 是吧 谁知道他和他的造物主 也许他的造物主就是和大树 也许是雕蛇 这个你要尊重人家的是吧 信仰要自由的 也许人家就是那个佛祖 也许是那个真理 你不知道是什么 人家和那个信仰的东西在发密电吗 人家在那里 是吧 要对人抱有这个敬畏心 是吧 你别说你信了上帝 你非得让他也信上帝 你信了佛祖 也非得让他信佛祖 这个要消除这种人性的狂妄 是吧 就是你越感觉到 要一种自由的状态的时候 你越要尊重别人的一种 一种这个信仰状态 是吧 我觉得一些个精神的疾病 一些个 一些个东西 要慎重看这些个东西 当然我们要知道 确实是有这个东西的 是吧 一方面我们不否定这个东西 就是确实 比如说内向是不太好的了 是吧 抑郁啊 是不太好的了 我们承认有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要慎重的看 不要太过边界 就是在系理学之外 应该还有个宗教 可能要看这个问题 就比较好一点点 比如说这个 如果假如说这个弟弟太阴险 是吧 他这个阴险来源于哪里 你要说你作为哥哥的 要问他 因为哥哥是强者 弟弟是弱者 是吧 应该是弟弟问哥哥 我这么阴险 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怎么把我弄成这样子的 而哥哥对弟弟呢 就不能问这个问题 是吧 甚至你要看着弟弟 阴险 你就觉得 这都是我搞的 我也阴险 我要自责 我要让我把这个东西去除掉 我去除掉了 自然他这个地 他这里就去除掉了 你怎么能从上上下来问人性的问题呢 这个是错的 因为你从上来上下来问 就把他的 把他的信仰物给替代了吗 这个是个僭越的一个问题吗 这个弟弟是可以问上面的 因为 因为他诸上面的心的时候 他弱者诸强者心的时候 是一种自救 现在已经五分钟了 兄弟 我先说这么多吧 我也怕把这个话题打开的太多 我也怕你记不住 是吧 就是你不要问弟弟 为什么内向这个问题 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问你自己 是吧 你要觉得不好 你改变你自己 是吧 然后弟弟所有的人性都赞美他 行吧 当然这个有边界 因为赞美过多是成坑了 是吧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些个问题都太大 我回答这些个问题都太吃力了 老张 你还有什么想法吗 录屏记录 我就想结束我这个节目了 五分多钟了吗 录屏记录 就是对 不要过分问弟弟这个人性的问题 你陪他玩 他喜欢什么 给他什么 陪伴他 然后你就觉得 他身上有些个什么东西 是个镜子照到你 尤其是租心这个逻辑的话 就是弱者可以租强者的心 如果你给他这个权利 你自由了 是吧 强者给弱者是救济 是救济 因为他不提问题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来 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 就是哥哥担心弟弟 内向会出问题 这是很大很大的个问题 是吧 我这次就先讲这么一点点吧 就是我们这个作为哥哥 不要总 总那个担忧啊 或者总责怪弟弟 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你通过这个镜子 你看你自己 是吧 然后弟弟这个现有的状态 你保护他安全 你陪伴他 你给他温暖就好了 你不要想过多的东西了 随着你的认识慢慢的提高 随着你的觉醒 然后你可以跟你弟弟互动 再有一些新的变化 还是莫言说的那个水平挺高的了 人和人的关系 就是一朵云和一朵云的关系 一朵云和一朵云是什么关系 是吧 你说那个云他有力量吗 当然也有力量 你说他没力量吗 也没力量 就是一朵云和一朵云的关系 甚至就是那个孤独的小王子 那个东西了 就是人和人都必须是孤独的星球 好 七分钟了 我现在做这么多了 有问题我们慢慢讨论 这都是一辈子的大问题 可不是三月亮